这题题目说在坐标平面上 这个函数的图形不通过第几项线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函数是几次函数 刚刚有一题是f of x 等于333 有没有印象 三个叫做常数 那这里呢 x 是一次 所以这个呢就叫做一次函数 那如果你有听我的重点提示 我的攻略的话 一次函数呢其实它就是直线 所以呢不用担心 它就像我们国中一样 我只要把直线画出来就好了 那我要画直线我就需要什么 两个点 画直线就需要两个点 来我们就带 x 等于 0 x 等于 0 y 就等于 2 那我有 y 带 0 的话呢 x 就等于 3 分之 2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 就叫做标系上 轻易的把它画出来 来 0 2 在这里 2 3 分之 2 0 在这里 所以呢图画出来长这样 那我就可以知道它会通过哪里 1 2 4 所以我不通过的人当然就是第三项线啰 好那刚才讲到这个顺便讲一下 一次函数呢 它是一条直线就像我们现在图画出来这样 那如果是二次函数呢 对它画出来就是抛物线 那我抛物线的话我要做图就要画几个点 五个点 好这是顺便提一下 复习嘛多讲一些多听两遍也好啊 来顶点然后呢左右各选两个点 我就可以画出我的抛物线 不要by打开 そうですね 看ف物线你更加大了 它们的距离 词买是最高的